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雨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剑气斩入稻果之内 五光石色飞射出来 稻果上开始出现裂痕 越来越大 砰 揪人心弦的声音响起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下 那稻果疏然裂开 化作树道光芒射向四面八方 哎 该死啊 鬼王大吼一声 一股恐怖之力在拳头上凝聚 猛的向柳飞烟轰了过去 柳飞烟横剑一挡 那浩瀚之力直接将如水寒剑压得弯曲起来 猛然一震 整个人瞬间就弹射开数十杖 长剑在身前还在不断的颤鸣 他的眼中露出异色 一股毅力沿着剑身清晰着他的身体 他原力一转 顿时将那力量震碎 但内心还是吃惊不已 鬼王在一击之下杀心大起 正要追击 却猛然发现树道光芒直接腾空而起 朝着那些碎裂的稻果之光追去 哎 都给我住手 稻果是我的 他大吼一声 猛地向着身边最近的一名身影追了过去 我要将你们全杀了 柳飞烟也急忙朝着一道光芒追了过去 盗果在他一箭之下被斩成五块 分别射向五个方向 腾光忍不住苦笑一声 再次喷出一口血来 咳嗽的异常剧烈 他一把将李云霄推开 你快去抢盗果碎片 以你的实力和天赋 哪怕仅有一点碎片 也能参悟出不少东西 跨入神境大道 李云霄却是闻思不动 取出一堆天才地宝递了过去 别废话了 先压住一下你的伤势吧 腾光一愣 那堆天才地宝之内 一枚浑原的丹药散发出惊人灵气 他吃惊到 九五 至尊丹 李云霄点了点头 他胡一道 你去过神肖宫 李云霄摇了摇头 腾光苦笑道 算了 还是别浪费了 以我此刻的状态 倒机震毁 就算恢复了力量 怕也永生再难前进 活着有何意义 李云霄道 活着嘛 总是好的 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死了的话 那就一丝机会也没有了 腾光叹息了一声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拿起丹药就吞下 虽然开始运功疗伤了 但眼中毫无精神 似乎心如死灰 四周之人早已消失不见 全部风抢 倒果碎片 就连北镇南和飞尼 也在一闪之下消失 远处顿时惊起了剧烈的打斗声 正是鬼王追着齐胜风大打出手 不断的怒吼连连 齐胜风几招之下便被压制住 有些力不从心 不由的大怒道 倒果碎片 不止我这一块 为何偏偏要跟本座抢 觉得我好欺负吗 鬼王喊声说道 所有的碎片都是我的 谁拿谁死 先杀你 他拳风不断 虽然没有玄器在手 但肉身之强 抗衡那古城大剑 压得齐胜风 毫无还手之力 齐胜风惊怒不已 铁亲着脸抗衡着 喊声说道 伤那块才是最大的碎片 老夫这块不过是中等而已 若是你再在我这耽误时间 其他碎片也一块别想得到了 鬼王冷冷地说道 这里所有的人我都记住了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能追回来 他双手抱拳 猛然举起轰下 齐胜风大剑一挡 一股距离冲击之下 身躯被压得弹射出去 鬼王目光一冷 一步之下就缩地成寸 紧追不舍 哼 反正是要将你们全部抹杀的 正好一举两得 齐胜风勃然大怒 身躯在空中翻了几下 顿时双手掐角 一圈魔圆闪动 画出三头六臂 什么 鬼王一惊 瞪大了眼珠子 骇然道 你是什么人 法相真身 齐胜风冷笑道 我是杀你之人 他身后一手扬起马良神笔 凌空挥洒而下 朱末一点 顿时画出天罗地网 顷刻间从四面八方出来 往鬼王的身上罩去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鬼王大喝一声 猛然张开双臂提拳 身上顿时涌起无穷鬼气 冲向四周 将那一架架的天罗地网阵的飞旋 始终不能落在身上 齐胜风面色一寒 抬手扬起玉天宝露 清光冲起 各种异象在身上散开 鬼王瞳孔皱缩 大喝一声 那轮盘飞旋而出 瞬间将四周的天罗地网一下冲散 直接往齐胜风的身上压去 那大转盘像是末盘一般 压制在那宝露的异象之上 不断的粘膜起来 将异象震得寸寸崩碎 齐胜风大惊 六臂一展 明轮呼啸而起 化作巨大光轮 直接朝着那转盘斩去 咻 鬼王身影一闪 便踩落在大转盘之上 双手在身前一合 结成爪印 照向那明轮 争争 明轮在他双掌夹击之下 不断的飞旋 那锐利的锋芒将他身上的鳞片 斩得不断震响 齐胜风满脸怒容 抓起古城大剑 不断地往上空斩去 一道道龙影轰击着大转盘 想要将其击破 盗果被柳飞烟斩成五块 他在被鬼王击退之后 也是一闪而逝 朝着其中一块追了过去 突然一道寒芒闪动 像是阳光照射下来 竟然化作银蛇撕咬过去 柳飞烟脸色一沉 长剑出鞘 争的一声便斩了上去 那银蛇 竖然间又化为银剑 绕着对方的长剑 卷了上去 荡起一圈圈的剑势 柳飞烟眉头一蹴 左手掐绝 往剑身上一拍 当 剑音震荡 一圈圈的光芒击射而去 猛地将绕在上面的银剑弹开 在空中震出道道光芒 天路无华 他轻斥一声 长剑追着银蛇斩去 剑气在空中化作龙卷风暴 将整个天空撕裂成无数块 砰 银剑落入来者手中 急忙捂出数十道剑气 飞射而起 一道道荧光 斩入那剑气风暴内 终于将这一剑之威拦下 妖慈定眼一看 柳飞烟在一剑斩出后 便已经飘然而去 离他数十丈远 该死 妖慈大喝一声 便化作流光追了过去 突然 风云搅动 一道剑光急射过来 像是流星般射向妖慈 哼 剑光在妖慈前方爆开 一股恐怖之力直接冲击上前 将慈的前路阻断 飞烟 你去追倒谷 这里交给我了 天空光芒一闪 玄化身背长弓 一步步走了过来 他面色清冷 虽然之前的战斗 已经筋疲力尽 但仅仅是拖住妖慈的话 他还自问能够做到 慈的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直到抢夺 道果已经无望了 顿时冷哼一声 转而飞身离去 在两人相距数百丈远的地方 伤的大手抓住一枚道果碎片 眼中闪过无比的兴奋之色 他一翻手 便将那枚道果碎片收了起来 这才冷声说道 在暗中窥视我 真的好吗 滚出来吧 身侧不远处出现如同水纹一样的波动 端木有欲 面色平静地走了出来 只觉不断地掐动 似乎在计算着什么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伤冷声说道 怎么 是不是也要打一番 比试一下 端木有欲 沉思道 不用 哦 人类强者 也会怕死吗 伤露出冷笑 讥讽不已 端木有欲道 并非怕死 我对盗果 本就没有争执之心 而且刚才免费替你算了一挂 乃是下下签 你自己要小心了 能不让人笑到大牙吗 伤痴笑道 阁下也是超凡入胜的强者 不敢动手 就用鬼言鬼语来诃骗人 倒也真是厉害 端木有欲 淡淡一笑 你不信也无妨 天之定数 乃是客观存在 不因为你是否相信而改变 伤讥讽地骂道 废物 若是再无其他的话 本作就拿了盗果走了 端木有欲 依然是面带笑容 做了一个手势 请 哼 这就是人类的强者吗 真是丢人 伤嘲笑不已 闪动之下 便化作一道光芒 回到了原地 他取出那枚盗果碎片 盯着看了一阵 眼中露出极度的渴望和兴奋 猛然说道 离 还有瓷 给我护法 瓷追击柳飞烟刚回来 正想去追另外一枚盗果 一听伤之眼 顿时闪动之下 飞到了他的身边 离也是冲天而起 飞在伤的面前说道 伤 你想做什么 伤手中抓住盗果碎片 瓷果裂开之后 神道之意流逝得非常快 我必须 趁他还有用 迅速地将其炼化 直接冲击那最后一步 他眼中一片绝燃 还有无比的兴奋 瓷惊道 商大人 这五分之一的道果碎片够了吗 商诡异的一笑 也许不够 但我还有一手棋 加上这筹码就够了 离得心中一阵 随后便明白了起来 终究是要用上了吗 这是商大人 此地人足强者 还事 怕是不方便吧 不如尽快离去 找个安全的地方 商否觉得 不用 来不及了 我会用太极封天印 将这一方空间封印起来 再用魂天仪 布下结界 还有你们两个人 镇守在外 就算是他们联手合击 也非短期内能够破掉 何况 现在都在争夺盗果 谁有时间来管我 黎说道 那你一切小心 商点了点头 顿时施展出天赋神通 金银双脚一片蒸绒 双眼中画出黑白二色 一道太极图 顿时在周身浮现